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了60公斤 这是before 这是after 那Lio老师特别研究了一下 他这一套减重的方法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是怎么做到的 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先看我们这个手板 因为他其实在研发自己这个原地跑步法 他之前已经运动了五个月 但是都是断断续续跟失败的 对 所以他其实总共加起来 是将近花了13个月的时间 13个月 对 但是到后来他就摸索出原地跑步法 他好像也有一些步骤和方法 是 好 我就来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原地跑步减肥法其实有分四个动作 其实我觉得四个步骤还不错 第一个他就是所谓的慢走 那他就先让双臂在身体的肋骨两侧摆动 然后脚随之原地慢走 这样 其实我会觉得说对 他这个只是让我们自己的身体 跟我们的头脑准备开始要去接受 接下来的训练 这也有点像暖身 是的 就是暖身 这个东西非常地重要 那他第二个的就是快走 他就是加快他摆动的频率 那其实就是等于是说 慢慢地把你的强度慢慢再拉高 那他的快走也有姿势的 双手在胸前摆动 手心向下 这是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是说 能够让身体能够多一点的动作 就是比如说 不要只有下肢 做这个时候 他会觉得说我的肩膀都有在动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这个动作的话 他其实是在训练你的肩膀 你把你的肩膀再抬起来 抬起来 就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一般其实跑步 我们就只要正常地摆动 摆动手臂 对 然后第三个 它其实就是一个慢跑阶段 就是他所谓暖身中的 最后一阶 就是已经可以准备让自己说 好 我已经准备要蓄事待发了 所以这整个都算是 这十分钟都算是暖身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说 他把他自己的暖身时间 拉得还蛮长的 其实有一些人他暖身就是 一到健身房之后 然后这样子动一动 然后啪 然后就开始第一组运动 因为就是觉得说 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 我要来弄 我结束就走 对 我有时候会这样的心理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真的是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准备一小时来运动了 前面二十分钟来暖身 后面三十分钟真的运动 后面十分钟还舒展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只有半个小时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那就是等于是说 你前面还是要差不多十分钟的暖身时间 那你可能运动 真正运动时间可能就是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然后再留一些时间帮自己做伸展 对 然后他就进入到第四阶段了 就是他的耐力跑步的阶段 这个阶段就要维持 他说是六十分钟 我是觉得真的其实有一点久 其实我觉得以慢跑来说 我们维持到三十到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就像刚刚讲 他前面五个月做了很多运动 结果都失败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成功的原因是 因为他绝对可以坚持下去 是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在家里 那你每天就是把时间匀出来 就这样做 然后辞职以后 是 就只有成功了 哇 就算前面不要算好了 就八个月六十公斤 就算加十三个月六十公斤 也很平人 很多的 对 从你复健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如何 原地跑这个概念 原地跑这个概念 基本上还算不错 他唯一 我想得到的比较大的缺点 可能就是会无聊而已 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 除非前面有个荧幕 要不然自己一个 看电视 有啦 他是有在看电视 他在家里 他说要帮自己找乐子 对 所以一定要这样 要不然他是一个乏味的 那如果就一个 我们常常说跑步的时候 会跑会伤膝盖 对 那在路跑跟原地跑 哪一个比较伤膝盖 路跑会比较伤膝盖 因为路跑我们身体会往前 会往前 所以那个膝盖跟膝盖之间会磨 但是原地跑的话 因为在原地 然后身体的重心 会稍微往后一点点 这个时候对膝盖的伤害呢 会比路跑会来得小很多 内科医师 你觉得呢 其实呢 所有的运动 都是非常好 对 只要不受伤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这样 要简单 而且呢 你能够在家里能够做 重复做 对 能够天天坚持 对 坚持毅力 然后不受伤 所以你觉得这个符合 对 符合 这跟走跑步机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说有跑步机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 以运动消耗热量的来讲的话 跑步机它的效率 会比原地跑步会来得更好 我家有跑步机耶 是 我有一阵子在家里 因为我也怕伤膝盖 我都是把那个跑步机 它调慢一点 我变得快走 一开始先慢走 然后后来就快快走 那因为就是可以一边看电视嘛 还可以遥控器拿 就你要看哪一台 转哪一台 所以在家里的 有一阵子是真的在家里快走 结果怎么样 结果真的会瘦耶 而且就是 你想要干嘛的时候 想要喝水随时有水 不怕刮风下雨 然后又有电视看不无聊 对 所以你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那你会是想 那你如果没有 你会想着说 不用跑步机 在家里这样子 我自身的经验是 在没有跑步机之前 我是在家里踩四方步 这样子踩 然后我发现那样踩四方步 因为它一直不断地重心在转移 也是会瘦 但是没有跑步 那个快走流的汗多 我觉得跑步机跟原地跑步 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危险性 跑步机是当你调多少的速度 多少的坡度的时候 它就是只会按照那个比例 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 速度不会 万一当下你突然觉得 有点凶闷不适的时候 那时候危险性是变高了 对 但是原地跑步法 就没有风 你可以自己马上做调整 所以有可能 你可能今天跑了20分钟说 不行 我觉得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对 我还是慢停下好了 那我们的Lio老师呢 今天是带来一个更升级版 是吧 一种比较变化的 变化更多 效果更好 是 比较有趣的 会比较有趣一点 好 赶快来做 Lio老师升级版的原地跑步怎么做 赶快来示范一下 好期待 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先开始讲 运动之前一定要暖身 但是暖身我们这边会讲说 是一种动态的延展 比如说一开始 你要开始跑步的时候 我们的下半身是不是最重要了 对 其实就可以先从这样踮脚开始 这样慢慢的 那其实以前 大家是不是都会做过这种动作 对 有啊 对 轻轻地动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像是比如说小碎步 抬起来跨一步 然后再三个小碎步 然后抬起来跨一个 有没有 我们的髋关节 对不对 是不是都会暖身到 比如说小时候的那种操场 校队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在边跑 边做这些动作 对 有 这个就叫做动态的延展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暖身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来介绍一下 够了 我们今天这个循环动作呢 它总共有四个 好 分别是跑步抬膝 好 那我可以顺便示范一下 那个什么赵先生 他的跑步的方式 OK 好 他可能一开始在慢走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子 这样 对 像身体去习惯 那快走呢 好 是不是就变像这样子 就大一点了 对 OK 这是四分钟 然后他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已经开始有点尾跑 有点尾跑 这个跑五分钟 这个五分钟 对 然后匀速的时候 其实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这样 OK 是的 好 好 这是赵先生的 好 第一个我们跑步抬膝 就是这个动作 好 第二个跑步腿后勾 它其实就是像这样子 你感觉用你的脚后 去踢屁股的感觉 它其实这个就是针对我们 腿后的收缩 刚刚其实我们跑步其实一直都是 骨势头比较多一点 对 那现在是不是腿后 好 是不是前后都有了 OK 好 好 第三个动作 Jumping Jack 就是所谓的开合跳 你看开合跳最简单的 就是像这样子 我们甚至 手 都可以不用上去 如果说今天你的肩膀 比较不舒服 或者肩关节活动角度 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像这样子 那强度高的话 上去拍 这是男生还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 就已经是跑步了 对 其实有些人会把它放在暖身里面 其实OK 也是OK的 强度上的改变 其实可以变成训练的一环 OK 好 好 然后第四个 个人觉得是这个四个里面 比较是最累的 哦 哇 肩胛骨要内缩下压 然后我们手肘不要这样撑到死 放轻松 做一个爬山者的动作 这个是最简单的 它这个就叫 顾名思义就是叫 Mountain Climber 就是你在原地做一个爬山的动作 但是它加速之后会变成像这样子 这个对我们核心的收缩 尤其是有效 来来来 阿松 这个很累 很累哦 是 做做看 很难哦 这样会受伤吗 教练 因为它这样子还好 可以可以 可是它其实变成是说 它的稳定肌群比较没有那么稳定 对 好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关键一定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 是 其实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三个阶段 Label 1 就是所谓暖身的动作 就是像这种强度 就这样 好 那真正一般想要染指的时候 我们就是进行到Label 2 每个人的强度是不一样 OK 跑步每个人的强度是不一样 好 但是你要怎么样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 讲话有点喘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拦指区间 当你在做运动的同时 其实你第二点 有点喘 其实就是OK的 OK 那如果说你还要再更上去的强度的时候 是 就是基本上连话都讲不出来 那我们刚刚这个四个动作 只要把它串联在一起 就不要50秒 我们就先30秒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 来 预备 开始跑步提膝 这就是你的第一个跑步抬膝 对 可是你看 像我们自己在做这种循环的时候 你第一次的时候 你就要帮自己去找到说 你的拦指区间在哪里 六成就是也是你讲话 就是微喘 有点微喘 你怎么不讲话了 因为已经说不太出来 对 好 然后中间可以休息20秒 这个是针对于初学者 或者是心肺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 运动还是安全第一 如果这个四个动作一起放进来 对可能对平常有才运动的人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突然一看到这个 你很有想要悦悦欲试 但是就直接做的话 可能也不小心是说 会喘不过气 好 来 第二个继续跑步腿后勾 20秒了 这么快 是 这个很累 你看 这样子的话 这是我的 大概是我的60 可是就会跟它是比较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一个在运动的人 一定要帮自己 适合篮子的区间 好 对 最后一个 是 好 也是一样 你看 如果你的核心有收紧的时候 你看我的身体上半身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想像赵毅然先生花这么长的时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升级板 做比较强烈一点 但时间可以短一点 对 效果一样好 对 答对了 我想不论是简单的或者升级板 对大家都有帮助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运动后吃对东西反而对减肥比较好 是真的吗 待会告诉你 好 是